当前疫苗是抵御疫情的关键 中国反对疫苗民族主义 疫苗应当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我们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迄今已经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的物资援助 同时我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 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疫苗 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的助力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维护全球抗疫物资的供应链的稳定 将继续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 将继续坚定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 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用得起 用得上安全可靠的疫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